有这样一款战机 机动性极差 夺导弹却是轻轻松松 在研发期间 曾有政府高官问 这款战机该如何夺导弹 设计师回答 看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油门 加力一开 导弹都追不上 这款战机就是米格25 世界上第一种突破3马赫的高空高速战机 采用不锈钢机身 最大速度3.2马赫 最大声线3.7万米 曾单机杀入美军机群 击毁一架大黄蜂后潇洒离去 米格25服役之后 欧洲一度认为 苏联在陆海空对欧洲形成碾压之势 按照当时欧洲媒体的话来说 不仅钢铁洪流会在地面淹没我们 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空中游戏 也在米格25面前丧失殆尽 最可怕的是 根据米格25超长的飞行速度判断 苏联已经彻底掌握钛合金焊接技术 由之延伸 苏联海军的潜艇也将占据绝对游戏 直到1976年9月6日 米格25的秘密彻底暴露 美欧这才发现 自己的猜测有多离谱 这期视频 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速度达到3.2马赫的米格25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1971年的一天 以色列地面紧急雷达监测显示 一架来自埃及的飞机正在接近自己的领空 飞行高度达到2万米以上 速度超过2马赫 以色列空军立即派出F-4拦截 并命令地空导弹待命 只是让以色列想不到的是 这架来自埃及的飞机在察觉到F-4追踪后 居然以3.2马赫的速度飞到了24000米以上的高空 而F-4家里全开 在鞋弹状态下也只能达到1.4马赫 高度不超过15000米 就算是F-14装备的麻雀导弹 速度都没有超过3马赫 虽然响尾蛇的速度足够 但是射程不够远 对方一个加速就摆脱了导弹的攻击 这架结束3.2马赫的战机就是米格25R 当时正值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前夕 苏联秘密派遣了4架米格25R在埃及进行测试 多次飞越以色列领空进行空中侦察 乙军虽然气愤 但却无可奈何 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各种关于米格25的猜测 充斥了整个航空界 抱着调底从宽 以及争取军费的心理 美国将米格25渲染成苏联军工的巅峰之作 认为米格25采用了大功率的涡扇发动机 机体以钛合金为主要部件 雷达与航电系统极为先进 并且具备极为强大的拦截和格道能力 凭借着3.2马赫的极致速度 米格25一度引发了欧洲的恐慌 直到1976年 米格25隐藏的秘密才暴露出来 苏联之所以研发米格25 主要还是美军SR-71的威胁 20世纪70年代正值冷战高峰期 苏联广澳的国土很容易受到美军侦察机的骤扰 美军的U-2侦察机虽然对苏联本土进行过多次侦察 但苏联国土防卫军还是有能力来处理的 但是随着美军新一代侦察机SR-71的面世 3马赫的巡航速度加上24000米的升限 全球没有一种截击机可以成功追上它 连防空导弹也无能为力 为了应对美国新型超音速轰炸机 与高空高速侦察机构成的威胁 米高阳设计局于1958年 主动展开高空截击机的研究 最终成果就是米格25 北约代号胡福 原型机于1964年首次试飞 米格25的初试直接终结了美军 在高空高速领域的霸榜 并打破了100多项世界纪录 用一句话形容米格25 那就是飞得又快又高 米格25的设计指标就是20年代 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双三 也就是最高飞行速度3万米 最大飞行速度3马赫 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米格25的机身材料必须坚固耐热 俄罗斯对外宣称 米格25的最大速度只能达到2.83马赫 但就算飞机速度保持在2.8马赫左右 飞机的机身和空气摩擦产生的温度 也会达到300度 如果飞机采用铝合金材料 温度达到150度以上时 机身材料就会软化 于是苏联就想到了另一种材料 完全符合坚固耐温的要求 造价也不高 那就是不锈钢 米格25是世界上唯一一款 大量采用不锈钢材质的飞机 在它的机身材料里 有80%属于高强度不锈钢 而飞机使用的铝合金材料只占11% 米格25的后机身为整体式结构 大量使用了焊接工艺 对飞行员的座椅也进行了加强 可以防止飞机过热 导致飞行员被烧伤 米格25的结实程度可以说堪比坦克 当然用在飞机上的不锈钢 与我们家里的不锈钢过碗瓢盆还不一样 米格25的不锈钢 属于苏联专为航空航天开发的 高级合金钢材料 其他国家没有对应的标号 苏联并不存在钛合金材料上的问题 把不锈钢送上天的同时 苏联还把钛合金潜艇送下海 最开始美国大部分分析师都不相信这个 直到后面苏联出售了一批钛合金编较料 上面写了项目705 解决完机身材料的问题后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了 米格25的发动机 依旧延续了狂业粗暴的使用风格 动力猛防护高 米格25的核心动力是两台R15 单台推力能达到11.2吨 与机体一样 R15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不锈钢 并且苏联还去掉了很多不必要的功能 比如发动机的喷口调节装置 使得米格25的发动机像一块铁板 不能自由伸缩 不过这两台发动机虽然推力足够 但有点不好伺候 在以色列侦查空域的那家米格25 飞到3.2马赫之后 发动机就被烧坏了 而且苏联研发米格25的目的 就是拦截美军的SR-71 所以必须保证航程 只是由于米格25机体大部分 都是不锈钢材料 多了很多死重 想要飞得远就必须保证燃油足够 此外米格25还必须 保证吸入足够的新鲜空气 以保证动力充足 只是当米格25飞在2万米高空 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时 空气因为摩擦起热 导致密度下降 高空的阳气本来就不足 现在就更少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设计师在米格25的进气口 安装了用来降温的喷头 但是后来才发现 在水里加点福特加效果更好 所以每次上天之前 米格25还要喝250升左右的福特加 除了速度快之外 米格25还要一个绝活 最大升限达到了3.7万米 远超美军的SR-71黑鸟 战机飞得越高 空气密度越小 进入发动机的进气量也就越少 推力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随着空气压力的下降 也减少了机翼产生的升力 这使得飞机很难保持飞行高度 等到达到一定高度 飞机因推力不足无法爬高 而只能维持平飞的时候 这个高度就是飞机的升限 大多数战机 在达到1万多米的高度之后 就会因推力有限而无法继续爬升 如果对飞机的设计进行修改 以增大推力 飞机的自重就会明显增大 机动性能也会显著降低 而提升的推力却十分有限 因此大多数战机的升限 一般都设计在2万米以下 相比之下 米格25却能飞到3.7万米的高空 这个高度已经飞到大气层的边界 美国当年的BLB轰炸机 最大升限也才2万米 而美国最先进的SR-71 勉强能飞到3万米 只是飞得高飞得远 并不代表米格25没有缺点 一定程度上来说 米格25属于高空高速条件下的精灵 低空低速条件下的砖块 米格25为了能够实现 高空高速条件下的稳定飞行 整体气动选择了相当大的静暗定度 这个设计会影响飞机 在中低速段的机动性 米格25的重心位置相当靠前 需要评委提供相当大的力矩 才能顺利抬头 在电船飞控还没有出现的年代 虽然不可能通过飞控的优化设计来改善 这使得米格25在中低速段 下抚仰方向的机动性能 相当低 直到米格25速度超音速之后 气动重心位置后移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米格25有三个重要的子系列 其中米格25P主要列装 苏联国土防空军的防空间机航空兵团 用于拦截美国高空侦察机 以及前出阶级美军战略轰炸机 美国25RB列装苏联空军的 空军集团军独立侦察航空兵团 作为军级的战场态势评估飞机 用于侦察与轰炸敌方重要目标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米格25BM 同样列装独立侦察航空兵团 但是是作为专用防空压制飞机出现的 在霍克导弹极限射高 也就是2.1万米以上高速巡航 接待KH58反辐射导弹和SPS-151电子战吊舱 对北约地面防空链进行有劣势杀伤 按照苏联的设想 米格25BM苏17M3苏24M 在北约防空链上撕开缺口之后 剪辑轰炸航空兵和远程航空兵 将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彻底压垮北约的防空节奏 米格25服役之后 凭借着3.2马赫的飞行速度 与3.7万米的飞行高度 直接引爆了当时的航空界 美欧对米格25进行了很多猜测 认为米格25在技术很高 性能好到起飞 但是到了1976年 美欧才发现自己过于高估苏联了 1976年的9月6日 苏联飞行员别连科驾驶一架米格25 叛逃到日本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米格25被美国情报和军事部门解剖 敌我识别 雷达 无线电等核心机密一览无遗 美国这才发现 米格25的槽点很多 的确米格25飞得又快又高 但是为了实现速度 舍弃了其他性能 机体是不锈钢制成的 笨重 机动性差 一旦与美军新式战机进入近战格斗 米格25就是死落一条 并且由于电子设备大量使用电子管 因此米格25的雷达虽然大 但性能很差 最大搜索距离只有100公里 而同期服役的F-14 雷达搜索距离可达315公里 如果不是有一架完整的米格25 摆在脸上 美国想破脑袋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会有精神病 给一个用不锈钢制成的砖头 装上发动机 1976年11月12日 美军将叛逃的米格25P飞机 归还给苏联 叛逃事件为苏联导致了巨大的损失 由于雷达 无线电 敌我识别等绝密外泄 现有的米格25被迫返场更换系统 其他作战飞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只是米格25的秘密被破解 也不代表就没用了 米格25最精彩的战机 就是被数十架美军战机包围的情况下 单机突入机群 在击毁一架大黄蜂后 全身而退 1991年1月17日 沙漠风暴行动正式开始 美军D-81舰载机连队和D-83舰载机连队 分别派出5架F-18大黄蜂战机 在SEAD小组的协助下 执行阿尔法打击任务 目标是摧毁装备米格25 米格29 以及其他轰炸机的伊拉克空军基地 除了大黄蜂机队之外 还有8架A61 3架EA6B 以及4架F-14A 只是机群飞行的模式 很容易就会被伊拉克防空系统发现 而且此时的伊拉克远程雷达 还没有彻底瞎眼 美军的打击编队 在越过伊拉克边境之前 就已经被伊拉克雷达侦查到 之后伊拉克空军的一架米格25 迅速爬升至8000米的高度 速度也增加到1.4马赫 并关闭机载雷达 在地面指挥中心的引导下 单击突入美军机群 用一枚R402D导弹 机会大黄蜂后从中撤退 这次攻击算是一次 教科书籍的地面引导截机 米格25关着雷达 几乎就是听着地面的指示 往前走 连雷达开机时机 都是参考引导员的建议 最后连锁定战机的型号 都不知道 扔完R402D就跑了 伊拉克地面雷达的导引 虽然最低可探测高度 比预警机高不少 但是地面雷达 不会像移动的预警机那样 容易产生零速盲区 多普勒效应的特点 就是速度差距越大越明显 反过来相对速度越低 多普勒效应就越弱 当多普勒效应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雷达滤波器将无法正确的识别回波 从而把目标回波 作为杂波过滤掉 而且受时代影响 雷达的主办杂波盲区问题 也很难解决 不需要一直打开雷达 就可以知晓敌情的米格25 在预警机无法发现它是 面对一堆功率有限的战机雷达 几乎是隐身的 这也是为什么 一堆自带多普勒雷达的F14 与FA18会被米格25单机摧毁 FA18 如果是正常空战 米格25的作用就会被无限缩小 同样是海湾战争 两架米格25成功用侧转 以及降低高度的动作 逼近F15的视线范围 但进入缠斗动作时 F15轻而易举地咬住米格25的尾巴 将这两架米格25击落 总的来说 从米格25来看 苏联在武器的设计上 有一定程度的战争思维 追求极致的长版 不过这也没办法 在工业体系和相关研究受限的情况下 米格25想要飞得高又远 只能见走偏锋 这也是苏式战机最大的特点 追求特性 只是这种模式的问题 就是武器成本高 也不太好用 苏式武器的设计基本思路就是 一切武器都是消耗品 所以快速生产是基本要求 哪怕为此付出性能上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比如战机人机功效 苏式武器根本不考虑这东西 追求的是人适应装备 而不是装备适合人 而且苏式装备也不追求长寿命 对于大规模战争来说 作为消耗品的装备根本没有必要 具备长寿命 反正都会很快损失掉 太长的寿命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苏式装备的平均 无故障时间 大修周期 基本上都远远低于西方装备 相对的 一次性的生产成本 也大大降低 这也是很多人认为 苏式装备更便宜的原因 如果发生世界大战 这的确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以做时苏式装备便宜 问题在于 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 无故障时间短 大修周期短 就意味着 全寿命周期中 需要更多次数的大修 为了避免因为装备大修 而出现空档 还必须有更多 同类型装备轮换 这反而会推高 总体的成本 所以从全寿命成本的角度来看 苏联战机其实并不便宜 因为通用性差 所以不得不增加更多的型号 这会给后勤带来更大的压力 最终会导致 总体成本的高昂 而且像米格25 这种强调特性的战机 必须成体系 才能发挥作用 在体系化运用 操作者训练有素 且配合良好的情况下 或许还算好用 一旦无法成体系 就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一些局部战争中 使用苏式武器的一方 战绩大多不好看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在解极战争 米格25 可以成功拦截SR71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